什么?尸体也会时空穿越了 四个不同时代却出现同一具尸体 这具尸体到底哪来的? 它是来自过去还是来自未来呢? 这个故事发生自一部由网飞制作的英国悬疑惊悚剧《尸体》 这是一部全新的DC炫孕曼改限定剧 该剧讲述了在1890年、1941年、2023年和2053年 同一具尸体在伦敦东旧的恒盛巷被发现 每个世纪都有一名侦探必须要对此进行调查 随着几十年来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侦探们很快发现他们的调查是相互关联的 而一位神秘的政治领袖变得越来越重要 他是否参与了这起谋杀案 还是有更嫌恶的事情在作祟 为了解开这个秘团 我们的四名侦探必须以某种方式合作 揭开一个快越150多年的阴谋 尸体是一部情节曲折的犯罪题材剧机 在多条时间线的设置上 明显受到了枉费另一部热门剧《暗黑》的启发 同时也展现了自己的创新和特色 剧中采用了四条时间线的趣事方式 分别展现了不同年代的社会风貌 科技发展 人物关系和犯罪手法 每条时间线都有自己的主角和故事线索 但有相互交织和影响 形成了一个复杂而引人入胜的故事网 剧中的反派是一个快越时空的政治领袖 他在不同年代都有不同的身份和目标 但都与尸体案件有着千丝万缘的联系 他到底是什么来头 他为什么要杀人 他又如何掌握时空 这些问题都让观众充满了好奇和恐惧 尸体也汇集了一批优秀的演员 他们在不同的时间线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展现了不同的性格和气质 同时也保持了一定的连贯性和相似性 他们的演技都非常出色 让人物栩栩如生 网剧尸体在网飞上线后受到了广泛的好评 被誉为是2023年最值得一看的英职之一 不仅有先行动魄的悬疑情节 还有深刻的人性探讨和社会批判 该剧展示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伦敦风貌和社会变迁 以及不同阶层和身份的人物命运和选择 同时也对政治权利 科技进步 人类本性等话题 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挑战 总之 如果你喜欢选一件种类的剧集 那么尸体绝对是你不用错过的一部佳作 此次网飞一次性放出了全部的八级网剧 感兴趣的话就快去追剧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